说跨年夜绝大多数人都是跟家人团聚在一块 但是有这样一群平凡英雄 他们没有昼夜 在每个清晨日暮点亮着城市 守护着安全 他们就是人民警察 是啊 这两天一条短视频在网上火了 这动人的一幕发生在沈阳 摄影爱好者蔡菜和两位民警之间的一次温暖的互动 视频一发布也感动了网友 您好警察同志 您好 我想问一下沈阳站怎么走 沈阳站呢 桌地点一定要验 沈阳站 到那儿呢 有一带到沈阳站 然后下手里 是这样的 我刚才捡了一样东西 然后可以交给你们 看一下 来的 这咱俩 这个就是刚才我录过 看到你们执行比较辛苦 然后帮你们记录一下 送给你们 跨年夜你们要执行吗 这些年都挺挂的 越来节假日 咱们越加班 备行越要躲 看面前 可能些跟同学了 聚会了 怎么也比较少了 那执行到几点 咱们到老板 换班有交集班 24小时 24小时 现在冬天这么冷 那你们在哪儿休息 今天休息 这在车里 这在车里 这个礼物 是 今天年底 今天 行 天啊 怎么办 你先 你想要的 我却不能够 给你 我全部 我能给的 却又不是你想要的 这段视频中的两位警察呢 年龄稍大一些的叫任勇斌 是一位60后 年轻的是90后刘乐 而视频的拍摄者蔡蔡呢 是一名业余摄影爱好者 同时呢 也是一名退勇斌 跨年夜当天呢 蔡蔡想到啊 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 一定会有人 仍然坚守在工作岗位上 于是 她扛上了设备 来到了沈阳铁系广场 蔡蔡说啊 她一眼呢 就看到了任勇斌和刘乐 可能大部分人 平时看到警察在执行 都感觉很正常 但他们付出的辛苦呢 可能只有他们本身 和家人才知道 于是呢 蔡蔡就按下了快门 记录下了眼前的这一幕 刚才视频中 我们也听到啊 两位警察呢 都是24小时执行警察 休息的位置呢 就是在车里 我们也知道 现在这个天啊 是非常冷的 真的是非常辛苦 是啊 而当蔡蔡送上照片的时候 任勇斌却突然哽咽了 可能是看到这张照片 她感受到了 沈阳伙伴 对他们工作的认可 还有对他们的关心 蛇小家 雇大家 履行着守护一方使命 践行着为民服务的处心 他们呢 用忠诚与担当 换来了千家万户的安宁 为我们辽宁的公安民警 点个大大的赞 嗯 嗯